打開究竟地圖,白地在小紅酸旁邊用太多地的實驗整個漢白玉兜 想不到,主人被告之後發現這一大聲都沒有去 四處有表示,被告之後有可能在親吻,也就是說路邊有很多工程在做 所以有可能被告以為是本舍,所以把他再離開 看到心愛的桌子沒有去,趕緊在臉書發文 四處因為點來徵收,所以把漢白玉兜,白地在自家庭車庭的旁邊 不要稍微看這個桌子,也是賴頭不秀 當時候我出國,然後回國之後突然才發現他不見 那也是因為想說之前因為附近很多工程在做 所以其實他有被移動過,其實我覺得也都還好 因為其實他就是把網內推 那回的時候剛好因為最近店面要進場 所以才發現了,不小心才發現也沒有去注意到 所以調監視器也都來不及了 來不及,因為我們附近的監視器只有一個禮拜 所以調的時候就找不到了 當時就是放在這個位置 因為當時候工程如果 所以當時候工程在試做的時候 就是在這個點,所以當時候有把它移到後面一點 然後回國之後,有可能在清運 或者是說路邊很多的這些工程在做 所以有可能被誤以為是垃圾,就把它再離開 我在猜想可能是這樣子 民眾於臉書發文放置於 撲子室大康朗 和白玉桌疑事案 撲子分局將主動協助清查及了解 警方呼籲如有民眾識貨 或物為資源回收拿走 請盡速與警方聯繫 四處五省時表現 柳邊上有一個必順的問路 因為這是老必順 如果有度到,可能會很清楚去做便利 時間可以追溯到面臺 方向在用的和白玉 和上人工調協 外行相當問題 很特別是島的腳跟左邊是分離的 在古代是為了容易拔我們 島的平均消息 到底是五拔 甚至是其他的原因 失足也不知道 希望有人可以走回來 謝謝新聞將來是您普主持 彩虹報道 再講吃和玩樂 探索世界 您準備好了嗎? 網TV YouTube 頻道 帶您網路慢遊 深入嘉義 最在地的美食 最及時的新聞 最感動人心的故事 只要滑動手指 全部完整呈現 現在訂閱 還有機會參加我們的抽獎小活動哦 馬上拿起手機 掃QR Code 一起加入我們吧